字幕已有点 试试 试试试 试试试 玩具TV回来了 我们介绍完刚才有趣的玩具 今次也是介绍一些有趣的玩具 但有趣的 有些人会觉得这些 邪脚 邪脚 有些朋友会觉得很有趣 不知了 大家看看 到底是否有趣 好有趣 这是什么影片 Toy Story第一集 巴斯光连被人夹到阿薛家 阿薛是一个专制坏玩具的小朋友 他会帮玩具做手术 例如帮他妹妹的玩具做手术 可能是切了头 或者是切了上半身 然后换上半身 做个类似钓鱼工具 这个是其中一个 剧中的受害者 雖然他的样子是这样 但其实他是好人 他应该是VBB 斩眼公仔 你的意思是一个玩具是好人 他是被阿薛改造成这样 但其实他本性是善良的 到故事的中期 他就帮巴斯光连 一起做一场戏 来逃脱于阿薛的魔爪 最特别的是 这是一个盒金 盒金 全部都是盒金 可以动的 可以动的 所以我懷疑他的比例 和外观是否还原 Toy Story 或是他稍微有大小Q版 你先感受一下 盒金 真的很范智 但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设计 就真的上螺丝 真的上螺丝 这些就是 小孩也玩过的雪条棍玩具 雪条棍加螺丝 就组合成很多不同的变化 今次我一戴整件都是合金 很重 我发觉在顶部看 不要看BB头 它有些巨蟹座的感觉 我以为你觉得 这个是半个不知道什么 没事吧 蛋蛋 很多玩法 不出声 大家都不会出声 为什么会组合这么有趣 很重手 如果是你女儿 把玩具放在盒子上 你会不会觉得她很有创意 很可爱 你会不会培养她这个创意 对 小朋友是要人家教育的 小朋友是需要创作的自由 要从小开始就给她一些创作的空间 已经是很有创作力 可能 大一个就是Bill Gates 那些 是很多关节 是呀 全可动 键也是可以动的 真是吹脏 这些都可以动的 整个合金玩具 眼睛也是那些 BB玩具 躺下的时候她会闭上眼睛 嘩 她是用那个手 她闭得很快 是真的 是这样的 是一开一盒的 对 而那些恐怖片 通常在房间有个公主 突然会闭大眼睛 或者闭上眼睛 那些 如果你放在家里 她会对你单眼睛 对 我家里有个比萌 就是这只眼睛 哇 很恐怖 有没有她的眼睫毛 有啊 有眼睫毛很恐怖 而她的头发 好像是真发 虽然看上去是黑头 但是是真头发 是真的直发 她真的还原那个玩具 而且虽然你以为她是一条 但其实她是一执毛毛 好像是一个鼠 我以为她是油上去 她真的做到直发 这些转发 基本上是一束束束发 就是一束束束发 是正硬的 是正硬的 但是她的公主头 是硬的 不是那种软的 那种 这个应该可以 是不是这种浪胶 不是 也很软的 厚的 厚的浪胶 而HERO CLOS 她是很傾尽全力 去做不同的 Toy Story 基本上是质霸的 我觉得市面上 最多Toy Story 产品是她的 而她出到 这种浪胶的角色 都是非常之 如果你喜欢Toy Story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产品 我以为她的右眼 我以为是 那些公仔 按它 然后会有 一些声音的 那些公仔 这件事更加恐怖 我看她耳朵 我相信有人觉得她很有趣 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Toy Story 她真的重制那件事 其实很感动 就好像一个 狐狸 完全是布製的狐狸 一比一 当然 你要喜欢这个角色 但有些人都喜欢到全部都喜欢 我想会 正如第四集 《膠巾》也有很多人喜欢 尤其是这个是中的 是的 我喜欢巴斯光年的老爸 魔王 十黑天王 他好像也有出合金的玩法 有的 有的 有声有灯的 好像差不多一声 好了 喜欢的朋友 就可以带回家了 好 来了 勇生龙来了 尖头再见 好 好了 有没有伤害啊 有没有伤害啊